开什么估计玩笑 挑战闪光弹吃鸡 这东西连杀伤心都没有 怎么吃鸡啊 我太难了 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闪下地局 那它到底能致盲几秒啊 有小老爷知道的吗 不管了 先找找再说吧 天哪 是八倍精感 这宝贝都来了 主角却迟迟没出现 难不成闪光弹比八倍精还能长 说出来谁也不信啊 那它到底藏在哪里了呢 哇 总算是收获第一枚闪光弹了 可以拿你们这些小人机试试睡了 小哥哥小哥哥 快到碗里来吧 来了老爹 就是现在 我翘我翘 nice 一起合成呀 啥 问我为什么拿墙 不知任务的小老爷说了 用正宝带杀死一个人后 就可以拿一把枪 嘿嘿 还是我的宝宝们心疼我啊 嘘嘘 这个房间里还有个敌军呢 走你 哟 自己把门关上啦 倒是挺自己啊 如此一来 又收获了一把大盘机 哦耶 来了来了 海盗最新是载具 龙舟船来咯 瞧瞧前面的空头咩 我们的目标是 拿下它 我去 哪里来的小贼 这么急 是赶着去吃粽子吗 红尘在此 祝各位小老爷 端午节快乐啊 哇塞 三级套哎 nice nice 咋又一个来了呢 一定是红尘魅力太大 敌军跟文胜改来了 别急哈 还有一个 就让我用闪光弹来解决你吧 咋的啦 不信是吧 给我睁大眼睛瞧好了 陈宝 你这自刷式的打法 我还是头一回见呢 哎呀 你别说出来嘛 人家不要面子的呀 不管怎么说 用闪光弹杀死一人啦 我可以拿把枪了吧 嘿嘿嘿嘿 斯卡斯卡 我的最爱哟 哎 这荒角意外的 怎么还有信号枪呀 哦哼 只可惜 翻遍了盒子也没找到信号弹 哎 终究还是竹篮打水 以偿空一样 说多了都是累 溜了溜了 小老爷们 你们知道龙舟船的刷新点在哪里吗 哎呀 怎么有人打我的船呢 我这可是气垫船 经不起你这极枪子弹呀 还是先把你撂倒了再说 不知道宝宝们有没有发现 这龙舟船 属实有些不耐打呀 你们开的时候 可得保护好它呀 此时场上只剩三名敌军啦 能能能 枪生来了 像是有人在交火 那红尘就来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嘿嘿嘿嘿嘿 妈呀 在后面还有人偷袭呢 还剩下的是这两人小队呀 一前一后 配合的挺默契呀 OK OK 如此一来 就只剩一匹孤狼啦 还想开春逃跑 门都没有 看在你吃蛋力薄的份上 我就用拼笔锅敲死你吧 怎么样 气不气呀 就万一气不气呀 耶 胜利 挑战闪光弹指机 冰搞 宝宝们还有什么 稀奇古怪的任务啊 匆匆丢过来吧 红尘随时接招